9号弹馆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人千古留名 有的人却声名狼藉 这里要讲的这个人 大家也许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难道是因为坏事作绝 那么为何能被历史所记载呢 马洪奎在1892年出生 他的父亲是马福祥 他小的时候就受家庭习武影响 从小就舞刀弄枪 在他刚成年后就去甘肃路金学校学习 在上学期间参加反亲活动 也偷偷的进入了同盟会 结果被清军捉住逮捕到牢里 他父亲四处求人 最后才将他释放 随后他父亲让他加入军队 在军中担任教官 曾率军队侵扰农民领袖白朗 后因马洪奎围剿白朗 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的军队被称为宁夏新军 自己任军统 后来他成为了宁夏的主席 随机就宣布测量田地 振合钱财 建立军事制度 清理红军 为宁夏治理的四大方针 他在任职期间 私印值币345万元 而强令百姓用手中旧币折半兑坏心底 他的部队纪律极差 打仗期间部队从来不管后金 他的人走到哪里掠夺到哪里 他们去过的地方可以说是寸草不生 由于他们是回族 不吃猪肉 所以就在杀老百姓的耕地水牛 弄得当时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是金钱如命 在宁夏任职期间各种掠夺钱财 贩卖烟土 抢占房屋 弄得当地百姓生活穷困潦倒 在1935年的时候 红军到达了陕北 他极力反对和阻挠红军在这里发展根据地 而且好几次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建议尽快围剿红军 与此同时 他还将全营下省 划为三个备战军区 不断去清扫陕甘宁的地区 想攻占三边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 他从来都没有命令自己的军队去和日本军队进行抵抗 而是待在自己的地盘上烧杀抢夺 不但不打击日寇 还对反击日本军队的红军进行了骚扰和偷袭 国民党军部也多次命令他阻击敌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的打击敌人的军事活动 他担任指挥官 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真履行过自己的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他们一家人坐飞机飞到了台湾 国民党部要求他要对西北地区战场的失败承担责任 而后因为生病就去美国就医 后来生活在美国洛杉矶 1970年1月14日 马洪奎在洛杉矶去世